男子在屋外徘徊不斷研究地形 接著找到指點 亮三下徒手分牆 原來他是一名小偷 趁著屋主不在家 從民宅後門敲破玻璃闖入行竊 一共得手價值35萬的老歷史手錶 以及5000元黃金飾品和現金 不乏所得出估就有40萬元 事發就在臺北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 無主犯家後驚覺遭妾立刻報案 警方調閱監視器掌握嫌犯特徵 發現他就是轄區內經常犯案的冠妾 多次進出警局 立刻申請拘票前往埋伏 嫌犯入網後公稱是因為缺錢用 才會下手刑妾 被一家中竊到罪 移送地檢署偵辦